我還年輕 高雄市長韓國瑜為了視察 登革日疫情出現了爬樹的驚人之舉 瞬間出現網路爆紅熱劇 就是跟網路上那種 網路上不是有寫什麼 爛魚沖樹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前一天聞水 然後你後來隔一天又跑去樹上聞水 我就覺得不太需要做這種 他爬樹這個集中有寫 法律登革日的異形嗎 沒有吧 我覺得沒有啊 因為昨天經文不是有說 有一個可以就是 有一個可以架一個手機 可以上去拍那個 對啊 我覺得用那個設備就好啦 為什麼要自己爬呢 這位先生沒有錯 你答對囉 市長其實不用爬樹 政府早有研發出 用釣魚竿改造的工具 集育餅 伸縮感加上內視鏡 將拍到的畫面傳到手機 樹長再高 都不用冒險爬上去 不只是樹洞 就像說我們屋頂啊 天溝那些地方 都有可能會積水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一些 我知道這個地方 衛生當局其實有一些 輔助的器材可以去看 有沒有這些樹洞 那或者是說 他們可以透過一些 公務單位的協助 然後去修剪樹枝啊 然後可以讓樹洞 就是可以讓它是陽光照得到的地方 另外台灣傳染燈革日疫情的蚊子 主要分成兩種 被回歸縣以南的地區 多為埃及斑蚊 喜好停留生長的區域 不在樹洞中 登革熱病霉紋 最主要的是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這種蚊子很特別 就是它的胸部背板 有兩條白色黃白色的線條 所以我們在做登革熱防疫的過程中 重要的病霉紋 埃及斑蚊要優先 加以防治跟管理 南部最主要要防治的埃及斑蚊 特徵是胸背部有兩條白色線條 因為比較抗汗 所以容易出現在室內區域 像是窗簾底下陰暗處 花盆積水等 另外的白線斑蚊胸背部有一條白色線條 常出現在戶外區域 但並非現在南部主要造成疫情的品種 預防登革熱疫情不能等 比起巡視樹洞 市場內的積水水溝 與花盆底盤 才是更有效率打擊疫情的重要區域 記住尋到青刷的口訣不用原木蟲蚊 也能有效預防蚊蟲滋生喔